白色轿车行进巷子里 不到几秒钟轰得巨响 建筑外墙突然坍塌 瓷砖瓦砺从天而降 现场瞬间尘土飞扬 这要经过的民众 吓得赶紧往后退 就怕被砸中 直到烟雾散去 马路上布满脱落的钢筋和水泥 住户也不确定发生什么事 只看见墙壁整个坍塌 冷气机悬挂在空中 一楼停放的车辆 车顶也被砸出一个大洞 几乎全毁 事发地点就在台北市文山区的社区 19号下午一点多 社区内一栋大楼 位于五楼的阳台外墙突然坍塌 警方获报动员15名警力 到现场拉封锁线 紧急疏散 由于警铃关爱之家 小朋友们排队沿着外墙的楼梯走下来 员工们手上抱着小孩 远景甚至一次抱两个 到一楼避难 整个社区共有45名小孩 以及25位大人撤离 由于附近没有施工 不知为何会突然倒塌 这回发生意外 幸好没有人受伤 详细原因还有待厘清 周末假日突如其来的坍塌 让住户们饱受惊吓 TVBS新闻王金伦 简易玉琪黄敬分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